杨鼎天是杨过之子 张三丰不敢将其击杀 你听张三丰自己说了什么 在金庸的笔下 苏来正邪不两立 名门正派与魔教的纷争 往往会在江湖里掀起一阵又一阵腥风血雨 好比倚天时代的名教 就曾和六大门派在光明顶爆发一场 惊心动魄的厮杀 在张无忌的调解下 名教最终和六大门派兵士前嫌 张无忌也就此成了名教第34代教主 直到此时 读者们才知道 身为第33代名教教主杨鼎天因为感情风波 早早地死在了密室之中 不过杨鼎天身为前任教主 在一天初期喊逢敌手 还将名教打理得井井有条 杨鼎天的乾坤大挪衣变到了第四层 但配合大九天手 杨鼎天的武功修为仅在张三丰之下 30年前 杨鼎天曾将杜饿的一只眼睛打下 杜饿痛定思痛之下 和杜难杜杰做了30年的故禅 这才创出了一门厉害至极的金刚扶魔圈阵法 名教虽然声势浩大 但武当派也不容小觑 张三丰以九阳真经为根基 自创了纯阳无极功 他还开宗立派广收门徒 没出几年 武当派就能与少林在江湖里分庭抗礼 看到这里不免觉得奇怪 既然张三丰的武功在杨鼎天之上 武当派的总体实力也非同小可 张三丰为何不率领武当弟子联合各门各派 一同围剿杨鼎天 有的读者认为 张三丰之所以不敢击杀杨鼎天 是因为杨鼎天的背后站着杨过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杨鼎天的原名叫做杨破天 成坤说道 各位可知老纳是谁 杨破天是我师兄 杨妇人是我师妹 老纳出家之前的俗家姓氏 姓成名坤 外号混元霹雳手的便是不难看出 在最早的设定之下 杨破天不仅和成坤是师兄弟 他还是杨过的徒弟 由于杨破天和杨过同姓 于是不少人认为杨破天就是杨过之子 而张三丰和杨过的远远及时 考虑到杨破天和杨过的关系 张三丰这才一忍再忍 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杨破天出手 原来在几十年前 张三丰还只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 为了追回丢失的愣家京 张三丰曾和尹克西在华山之殿大打出手 那时候的张三丰毫无实战经验 如何会是尹克西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 张三丰被尹克西揍得鼻血横流 杨过传了张三丰三招 一下子打开了张三丰的武学天地 为张三丰日后开山立派 自创神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三丰是个感恩之人 他怎么会对杨过之子痛下杀手呢 以上的解读看上去合情合理 但戏读之下仍有矛盾之处 我们听一听张三丰自己说过什么 就知道答案了 张三丰的大徒弟换作宋远桥 宋远桥有个独子换作宋情书 宋情书身为武当派的第三代弟子 是个文武双全的后起之秀 还因为儒雅俊美 得了一个玉面梦长的雅号 然而宋情书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他疯狂迷恋周智若 还因偷窥事件败露 误杀了自己的师叔陌生骨 此后的宋情书一再黑化堕落 还在陈有亮的唆使下越险越深 成了武当派的叛徒 在以天涂龙计的末尾 宋情书成了废人躺在软床之中 眼见宋情书也演一戏 宋远桥虽然大骂宋情书出声 但依旧不认将其就地正法 然而一旁的张三丰 就没有这么心思手软了 原文学道 张三丰叹道 武当门下出此不孝子弟 元桥 那也不是你一人的不幸 这等你死 有不如无 右手挥出 他的一声响 即在宋情书胸口 宋情书脏腹阵炼 历时弃绝 我们知道 张三丰将武当妻子视如己出 而宋情书也是张三丰 极其疼爱的徒孙 对于宋情书 张三丰都敢大一灭亲 更何况是杨过之子杨顶天 显而易见 张三丰之所以没有出手歼灭杨顶天 并非是因为杨过的关系 结合以天图龙记的原文来看 张三丰不愿激励杨顶天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张三丰曾与次对武当派弟子提及朝廷 他说道 原人残暴 多害百姓 方经天下群雄并起 正为了驱逐葫 关我和山 反我皇帝子孙 无不存这个驱除打子之心 这才是大势所趋 老道虽是方外之人 却也知大意所在 更重要的是 对于张三丰而言 杨顶天虽然是名门正派身无痛绝的魔教教主 但杨顶天却有一个经纬天人的壮举 他拒绝了波斯宋教将员的指令 接过了郭靖驱逐达鲁的战旗 关于这一点 张三丰看得非常清楚 他说道 明教虽多行不义 胡作非为 却向来跟蒙古人作对 在张三丰看来 中原动荡不安的真正原因 在于蒙古人的作为作福 也只有将蒙古人赶出了中途 才是大势所去 若真的联合其他门派攻打明教 反而会像三十年后的六大门派一样 在和明教斗得两败俱伤之时 赵敏率领数位高手 坐收鱼龙之力 最终将各门各派囚禁于万安寺之中